200ml 足夠了 有些泡泡 等泡泡結束後才量度 現在太多泡都未量度 我覺得差不多 我放在一邊 以前喝啤酒就像喝汽水 一般普通飲品 胃球清爽 那一刻的快感 自從了解手工啤酒後 因為手工啤酒的複雜性很高 試試有啤酒花的香味 或是否太甜 或是不夠甜 而且試試酒體夠不夠厚 或是否夠薄 這些都是用舌頭和鼻子去試 Fp 1.025是否正實 1.025是可以的 可以現在開始降溫 好 2度 4度 4度 我現在做的是把發酵缸的溫度降至4度 做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停止發酵的過程 阿朗是今年DSE的畢業生 暑假參加了北區條理農務實習新計劃 目的是想讓年輕人認同 以及走入香港的本土工業 振興美燃漢礦 他就選了這間小型手工啤酒廠來學師 我就喜歡釀酒 因為我覺得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如果最討厭做甚麼工序 我覺得會是洗東西 好像你吃完飯洗碗 我自己都不喜歡 上層會有墨牙汁液 然後我就要在下層清洗汗化爐 上面是會辣傷的 都有八九十度左右 下面的環境有三四十度 因為我自己也做了十幾二十年 在社會上 也不算很年輕 手工啤酒是一些年輕人的產品 我都想知道他們喜歡甚麼 所以可以試試這個新計劃 試過有一種叫做黑糖薑母啤 最容易意會的話 就是標籤上有薑和黑糖 但有些年輕人同事就說 這麼長輩圖 又真是老套一點 粉狗兵 所以他們的啤酒 口味和設計都鼓勵不到 他們還幫其他品牌 婚禮或活動設計啤酒 而現在最受歡迎的是 單老是之前一個委員同事做出來的 他也是90後來的 因為華梅蜂蜜酒 華梅是一些色情 他就找了曹查理這個色情人來做這個標籤 疫情稍緩慢的時候 需求很厲害 因為市民消費者好服飾消費 酒的確比起實習生計劃 其他行業算是招揚的 手工啤酒這件事 和葡萄酒或一些熱酒 不同的地方 葡萄酒要在當地有葡萄田 你才可以種植葡萄 然後釀酒 但是手工啤酒的原材料 是一些乾化的東西 即是蜜芽、啤酒花 它是適合儲存 和可以長途運送 在這一點上 就是世界各地的城市的釀酒廠 有條件做一些好的手工啤酒 包括香港 香港有二十多間酒廠 我們在一起生產幾百款酒 好 本身認識車和不認識點路 現在很簡單 很基本 搬這些東西 兩雙單老 沒錯 一雙薑、一雙早晨 先放在這裏 本身我以為香港工業 這件事已經漸漸的色微 行業的模式已經會轉型 但是我意想不到的是 原來我這些年輕人 都可以加入這些香港工業 實習這兩三個月 除了在酒廠下手下腳 釀酒 和打理葡萄的工作之外 我還要看書 和上網看看外國人怎樣釀酒 阿朗還約出了第一支 自己研發的手工啤酒 作品還在調節 希望有一天可以變成新產品 我自己釀了一支熱情果的IPA 其實IPA這種酒款 是會加入海量的啤酒花 我做的IPA 是會用一支Citra的啤酒花 它會有一種熱帶水果 好像熱情果、芒果、骨子 一些莓的香味 本身這個酒款 應該有些混濁的感覺 因為它是模仿果汁 所以果汁也是不太清澈的東西 所以雲族是可以接受的 在這個酒款來說 我自己覺得可以 那個啤酒花的香味可以再多 我也很歡迎他們創作自己的東西 因為他們來不是做一份充分簡單 我覺得他們應該做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 可以推出市場受歡迎 你又覺得很光榮的作品 感受就是不要限制自己的東西 是認得的 我開始時 我都不是自己建一個廠 都是剛好有個機會 是租乾釀酒 我又去試一下 我覺得一直去試下去 之前你想不可能的東西 又無端端在你人生上出現了 報真相 講人話 9點半蘋果新聞報導 強勢登場